草屯镇盛超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定江 以及夫人林云曼 热心工艺 四年来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精神 透过县府协助调查 现年有课后照顾需求的学生 捐赠客服费用给草屯地区学校 今年均到14间 然后小朋友也均到180几位了 我们也希望说 那个学校如果说有需要 我们都一定是竭尽所能 与书法县长非常的重视 我们教育环境品质的提升 由我们教育处来协助引介各方的资源 让我们弱势的家庭的孩子 都能够在求学的路上 能够快乐学习 林董事长以及夫人 不仅跑遍14所草屯学校 并亲自颁发奖助金给每位学生 今年捐赠金额更从去年的53万元 大幅加码到76万余元 很多家庭的孩子需要获得协助 那么盛大工作提供这笔经费呢 就可以支持这些家庭 帮助这些孩子能够在课后 能够继续留下来上课 能够让他们在学习上面 能够更进一步 让我们的孩子不会因为经济弱势的家庭 在与父母没办法在课后来做更好的照顾的时候 由我们民间的社会资源来捐助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心上学 同时也让我们的家长能够更放心 王处章表示 县长许舒华相当重视教育环境的提升 该处积极协助整介社会资源 透过学校主动协助经济弱势的学生 让孩子能够安心学习 并感谢企业家的善心 把捐款用在学生最需要的地方 记者曾光佑 曹春正采访报道